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一款 超逆齡的中長髮剪裁 這個非常適合用在一些 有一點點年紀的女客人上面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集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的 說到這個超逆齡的剪裁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 第一個不能夠太薄 因為太薄就感覺沒有質感 所以有一點年紀還是需要一點質感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頭頂的膨度 一定要讓它產生出一定的鬆度出來 不然剪完之後頭頂很塌 我相信都沒有女客人會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這兩個元素加在一起 加上中長髮來說就非常重要 所以首先我們會先設定出我們的外線 這一定就不用講了 第二件事情是從外線到我們的頭頂這個地方 我們會建立出一個高層次 也就是所謂的反頭型 我們在後腦這個地方創造出來 那這個時候創造出來最害怕的地方是 當我們剪剪剪到兩側的時候 突然下擺空掉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非常簡單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我們是用高層次剪方形的架構 先建立出 後短 慢慢到前面是越來越長 然後我們再將頭髮全部集中到我們後面這個地方 它就這樣順的斜下去 所以下擺這個地方的重量 就保留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但這個時候 會產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前面非常差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將我們的所謂的頂部這一區 往前帶 然後剪出一個前短 後長的一個效果 讓它可以往後撥動 然後這邊很重要喔 我們一定要按照 客人的分線 去創造出兩邊的層次落點的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往前帶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左邊歸左邊 右邊歸右邊的方法 讓剪完之後它掉下來之後它是兩邊對稱的往後跑 這個很重要 不要你 分中線剪完之後 兩邊的位置就不一樣了 你就會選擇 比較大邊那個地方層次超多的 比較小邊這個地方超低的 這樣也不好看 所以我們這樣剪完之後呢 瀏海也是用相同的方法去做交叉的設定 那這樣剪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剪出一個 非常逆齡的 中長髮剪裁喔 那我們就進入到我們的 操作畫面囉 好的 那接下來呢就進入到我們的操作環節 那介於我們要方便設定呢 我們先分一個前後分區 我們先設定我們在這個肩膀後面的這一塊 長度設定 那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會運用空撿的方法 直接去設定這個 極肩的位置 好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開始進入到我們這個 外線長度的設定 記得我們在這上面這個地方 盡可能都是自然垂落的 那我們就把它梳下來 從髮中梳下來之後呢 稍微 可以放在肩膀上面 然後去設定我們的長度 那就很乾淨的一條線 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們在側邊一樣也是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寬尺的 稍微固定一下 那因為我們今天這個頭比較薄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沒有分區 我們就可以直接剪 那如果說你的頭髮賴比較多 當然我們還是要分區啦 然後接著呢我們就可以稍微的讓我們的 頭稍微轉向一點點 然後讓你可以 方便的去修飾你這個側邊的長度 如果他比較容易跑動 你可以稍微這樣子 用你的剪髮書的背 壓住 然後稍微去修飾你 旁邊的這個 外線 因為這樣子的話 頭髮比較不會跑 OK 因為這邊頭髮比較薄 好我們把外線都剪完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 大概是在我們的轉折 除了是髮旋 或是你要垂直分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就是你 去抓出一個前後分區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在後面這個地方 等一下會按照中間的這個引導線的位置 先去設定我們想要的層次 那我這邊要講解一下 因為這邊已經是有外線的長度的設定 所以我們可能 層次的位置大概只會設定到這邊 OK 就是凸點 以上的位置是我們放層次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盡可能不要去動到 因為這邊如果動到的話 可能會保掉 可能會讓我們這兩邊的轉折處 產生空洞 OK好 那我們就開始分我們的引導線囉 好我們現在已經在這個後面這邊 分出我們的引導線了 也就是垂直分區 那我們這邊呢會等一下 拉起來之後呢 下面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說 這個地方是我要的層次 我就會拿起來這個是我的引導 也就是說只要不要動到這個地方 我的外線就比較不會變 變得比較薄 所以我們就這樣拿起來 那為了要方便我們做銜接 所以我就依照這邊的位置 然後 反頭形的效果 往上去做剪裁 但如果說你在剪的時候 你很害怕說你會把層次剪得太高 你也可以用我們之前的 層次弱點所設定的方法 假設是這個地方 我想要設定的層次弱點在這個地方 我就這邊 刀剪下去 那這個是我們等一下的層次弱點 那我們就可以 直接拿起來 OK 去做一個銜接 你這樣就很清楚知道 你最終 最後的層次弱點跟你的 外線的設定 OK那你會發現我們今天的角度沒有提的很高 因為 當角度提高的時候我很 難去抓出我要的層次弱點 很容易撿得太高 所以就按照你要的層次弱點跟你外線的 這個保留 去做一個設定就可以了 放下來 來 OK那這個地方 就會產生出一個 膨度 因為這是層次弱點 那這就是我要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 在 水平這個地方拿出一個方形的架構 所以我們就一片 靠一片的方法去剪 那如果你在剪材的時候不知道怎麼靠 你就可以 先在上面這一排的頭髮 按照剛剛你所提的角度的位置 假設是在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提的角度在這個地方 怎麼樣知道呢 我們在會員頻道裡面有個東西叫做 雙引導線剪材 就是讓你抓出中間的高低 假設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了 就拿出來 我就剪一個方形的架構 然後我們下面的頭髮就可以 用雙引導線的方法 去剪出我們水平要的架構 這樣理解我的意思嗎 很簡單對吧 就是 你的錘子開完之後你就開一個水平 那你在運用這個水平 十字的方法去做剪材 也就是做我們的 雙引導線檢查 如果對雙引導線檢查有疑問的夥伴們 你就可以去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我們之前影片有提到很多 關於雙引導線的方法 可以到這邊 可以上跟下 如果會剪到你上面的引導線 就代表你可能 拿的太過去 OK 因為方形嘛 應該會在這個地方 接著呢 我們已經剪完我們的外輪廓嘛 又剪完了後面的層次 那OK 那我們在側邊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分一個斜線 我們可以按照剛剛上面所拿出來的方形的架構 我們就直接 集中在剛剛的方形架構 那很多同學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原因也非常簡單 因為如果當我們這邊的角度是低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下擺的長度給破壞掉 所以我們要保證下擺 是有保留一定的厚度的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 依照剛剛所剪出來的方形架構 OK這邊就有引導線 所以你就可以保證你可以保留你的外輪廓 輸 OK 各位就可以看到他這樣子會這樣寫下來 OK 他前面的長度就會被保留 這個 對於中長髮來講 其實真的非常重要 就不會剪完之後 好像是前面會太薄 會有斷層的疑慮 OK 出來 然後往前 OK你就可以依照這個可能U型分區上面這一塊 拿出來 然後往前 然後去設定一下你所想要的層次的 擺放位置 這我要設定在這邊 就這樣拿起來 全部集中到中間來 然後前短 後長的一個效果 像這樣 去設定你側邊這個地方的 層次的效果 OK 這樣擺起來的時候 這邊就有一點長度 當然我們等一下還會設定瀏海 側邊就會有一點層次 但是下擺這個地方一定是保留的 這個效果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一樣 U型分區 你可以拿這邊的長度作為你的參考 在這個地方 長度在這個地方 這邊一樣 所以兩邊的落差就不會太大 因為兩邊我們是剛剛拿一樣的頭髮 去往中間去做集中的 層次架構就這樣 非常簡單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進行做基本的吹風 然後我們就會來做一些修飾 那我們現在已經稍微做一下基本的吹風 我們會發現到後面有一個基本的蓬度 非常好看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層次落點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我們透過外線 所需要保留的一個厚度的位置 跟我們想要設定層次落點 我們就找到一個 最好剪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時候 你不用去思考角度問題 因為你就是把它連接起來 就是 剛剛是 落點嘛 然後最後 長度 就這樣把它接起來 我覺得這樣最簡單 你不需要去思考 到底是高於90度還是低於90度 因為它基本上只是一個方法而已 好那我們這樣剪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後面會有一個基本的蓬度 然後往旁邊收 很好看 那我們就接著就稍微做一下 所謂的平行點檢 我們就拿起來做平行點檢 下一個髮片 拿起來做平行點檢 因為切口比較齊 所以當我們做平行點檢的時候 它就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刀痕 不要這麼的明顯 我們也可以做划剪的方法 其實如果你在調量的 順序如果搞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把剛剛怎麼剪 你就怎麼去調 你隨時髮片拿出來 然後一區一區的剪完之後 你在一區一區的剪前面 你就可以知道 調量的順序在哪裡 OK那這樣的話 這側邊的層次感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了 它就比較容易收進去 一直到側邊這邊 OK我們剛剛是怎麼剪的 我們就怎麼樣去做點檢的動作 那我們的外線呢 因為我們需要 比較厚重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動我們的外線 那剪完之後如果你希望 瀏海這邊帶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效果 你當然也可以 三角分區 對角拿出來 把這個角稍微做一下修飾 讓這個地方再稍微柔和一點點 這一側邊也是一樣 這邊的蓬鬆度決定這邊的長度 如果你希望這邊蓬一點 這邊就可以剪短一點點 這樣撥起來的時候 這邊就比較不會掉下來 好的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這個 超逆鱗 原本可能 我覺得有一點點年紀 的客人就非常適合剪這樣的一個髮型 就是他如果想要剪中長髮 他就可以在後面設定一定的蓬度 然後前面 右頭髮可以往後撥 我覺得蠻好看的 好的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稍微 我們再附送一次 首先我們先訂一個外線 然後接著我們去接我們的層次 後面的話我們就拿方形 然後前面的話我們就全部固定導 拿到後面去做檢查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的下擺的長度 就比較不容易被破壞到 然後前面的往後撥的線條 就是按照 我們的轉折處以上 也就是U型分區的位置 向前集中 剪完之後我們就往後撥 我懂 那如果說你希望更明顯的差異的話 你可以在吹乾的時候 像我剛剛這樣子 三角分區 往側邊去做剪材 然後他就比較容易有這種 OK就是 你知道嗎 有一點點年紀的女生怕頭頂很塌 那這樣剪完之後頭頂就比較容易有蓬鬆度 我覺得就比較好看 然後呢 每一區你是怎麼剪的 你就怎麼去做點剪的調量 那我覺得 你就可以讓你的後區這個地方有一定的蓬度 就真的 比較好看 OK 反正你只要有刀痕就點剪 就平行點剪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如果有任何問題就 下面留言 這裡面有非常多有關於技術的內容 有關於外線怎麼剪 層次怎麼定 調量怎麼調 然後分區的概念 層次的概念 那這些 裡面的內容其實就在我們的會員影片裡面都有 所以如果說你對裡面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們會員影片 都有這些內容 所以 也希望大家能夠加入 那我們一個月的費用是200元 所以 如果你覺得 其實真的沒有很貴 然後你可以學習到你想學 然後我們都有提供 講義的下載 我們裡面現在有 包含直播的話應該有七八十集的內容 所以 非常大的影片資料庫 也提供給大家 那這裡是 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梓淵 我們就下集見囉 拜拜 拜拜